好 完成 要給你們拍一下嗎 好 秀書手上的貓咪紋身貼紙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 蕭美琴愛貓言言之 自家立委候選人看到他要來 紛紛搬貓來拉近距離 我覺得最近行程真好 每個候選人都會想到一個 跟貓有關的事 對… 只要有貓就開心 而且四隻愛貓 7號就能解除簡易隔離 陪蕭美琴在台灣拚選站 不知道是不是等不及 蕭美琴到萬華前 突然擔心起這件事情 我會講說剛剛看行程 他們說要來喝茶 我有點嚇到說糟糕 要是喝了會睡不著怎麼辦 但是睡不好喝得最嚴重 還有胃不好也是問題 不曉得是時差關係 還是選戰壓力 蕭美琴透露自己身體的小毛病 一旁的立委候選人 趕緊要他嚐一口 萬華有名的清草茶 說能助眠抒發壓力 還講起兩人在當幕僚的 這段過去 就拿出你們當年的 那個酷哥辣妹 助選團的照片 我看得往事 就是要找影片 但影片不好找 所以又找了一些照片 最好不要再找 蕭美琴不用回憶的 應該是這個時期 民進黨當時為了殺出血路 年輕人全部聊了去 當初的辣妹 如今要角逐副總統大位 恐怕想的是過去 就讓他過去 TVBS新聞年有 沈瑋佳琪 台北采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